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热锅窜出两公尺高的大火 经常吸引大批的人潮围观 性格豪爽 总是笑口敞开的老板 其实过去也曾经迷失过 在生意最好的时候 跟一路相比的太太渐行渐远 直到离婚之后才经绝犯下了大错 花了十个月的时间 重新赢回太太的心 夫妻俩携手打拼 端出一道一道的创意佳肴 来看看他们的故事 来 你们的火烧机来了 不好意思 让你们久等了 全地上桌表皮金黄油亮 这间老板突然拿起锅铲 淋上满满的蒜头高粱酒 下一秒点燃 鸡肉就包在耀眼的火光中 脆皮的焦香扶鼻而来 一剪开满满的机质溢出 让人看了口水直流 皮很脆 然后尤其是刚刚老板上过来的时候 可以闻到刚刚那个蒜头高粱的味道 就有淡淡的酒香味 这里吃起来不会有那种烤椒味道 就比较汁性的感觉 用视觉味觉双管齐下抓住韬客的心 点子多的施家镇 过去做的是广告业 转换跑道玩餐饮 也要玩得比别人更有创意 我连上大号我都会想点子 我每天都会想一些有的没有 所以我老婆很痛苦就是这样子 像疯子一样 每天都会想奇奇怪怪的东西 所以我老婆是 是我这辈子人生 永远第一个反对票 很严格吗 对 所以我才不会把家产给掰光了 老板口中严格的太太苏文林 就是她最坚强的后盾 施家镇敢冲 想法多 太太则是谨慎 心细 不同的步调互相激荡 成了最创新的菜色 明明就是晚餐时间 但是现在店里面在吃饭的客人 通通都抢着要出来 因为老板现在马上就要在街头 来一场街边的美食秀 老板你可以帮我们说一下 你现在在做的这个是什么吗 这是我们的招牌 我们这家餐厅的灵魂 招牌烧酒机 它是纯酒的烧酒机 待会你就会看到我们有 优秀的一个表演的 等一下就要上场了吗 对 进行期待 挥舞着国产 卖力的搅动鸡肉热得满头大汗 就需要这么高纲才能锁住鸡肉的鲜香 其实也不用 没有太多的调味了 就是老姜母 跟好的麻油 这两个去煸 那再去炒我们的鸡腿肉 这个皮跟肉遇到高温 它会熟起来 熟起来 那个肉会比较有弹性 一只只肥美的鸡腿肉 在滚烫的热锅中染上金黄色 当浓浓肉香扑鼻而来 就要加入最关键的调味 老板你们这酒量要加多少 30瓶 因为我们这一锅是30人份的 所以一人份就是一瓶 一锅就是一瓶米酒 而且我们是不加一滴水的 全酒 一点燃大火冲天 火光窜得比老板还高 热气就像滚滚热浪 阵阵扑来 不只看起来很惊人 这步骤更是好吃的关键 用火把米酒烧干才能将酒香 都吸进肉里 一上桌伴着热气飘出 不不得烫马上咬一口 浓郁的滋味就在血尖蔓延 第一次看到这种烧酒鸡要这样煮 我以为烧酒鸡就是一咖 在那边闷着这样煮而已 它酒香其实汤里面不会很浓郁 不过都在鸡肉和杏鲍菇里面 咬下去非常浓郁的香气 它会有一些层次感 就是它感觉刚刚喝进去的时候 是还蛮浓香的 有一个浓香味 可是其实它喝完的时候 其实不会很油腻 客人吃得赞不绝口 每到用餐时间 店里总是人潮不断 夫妻两年以前我以后分工顺畅 但这好默契也是磨出来的 十年前刚开幕时 生意一下子爆红 却让两人的婚姻也爆出危机 这是我第一次上电视 那电视一下去之后 我们就声名打造了 生意就很好 那时候营业额大概多了一倍出来 所以呢大家就开始 叫党的啊党的啊 就是朋友如果来 我就跟朋友出去应酬 我是不喝酒了 但是我就是会跟他们出去聊天 怎么样 就把店丢给我老婆 一开餐厅就成功 飘飘然的滋味 让施家镇迷失了方向 经营店面照顾三个孩子的沉重压力 一下子全落到太太苏文玲的肩膀上 我就会有时候也会发牢骚 我说像你看啊 我回来还要洗衣服到天亮 怎样都没有就发牢骚 他都说那你不要做完 你都不要做完 谁叫你做 你要做你就不要发牢骚 那有一次我印象好像也是朋友来 那我们不知道讲什么 好像也类似打闹这样 我就会说你那肩膀 你看我们人才肩膀呢 他就这样子完 他竟然把我很拨开 他就感觉他很丢脸 我那时候好受伤喔 那时候婆媳关系又不好 然后又觉得先生 怎么会这样对待我 从18岁开始交往 在一起将近20年的时光 心灰意冷的苏文玲 把心底的委屈彻底爆发 毅然决然签字离婚 我就很恨我老婆 我每天都很恨她 因为她把我们不只丢下我 还丢下我三个小孩 所以小孩都是我在照顾的 小孩子也没有妈妈 他们每天最小的那个儿子 都在哭都要找妈妈 他们越哭我就越恨我老婆 面对婚变冲击 石家镇既愤怒又崩溃 把错全怪在太太身上 但在教会朋友的开导下 加上时间沉淀后的孤独 他才意识到自己犯下了大错 我发现到原来是我的问题 这个婚姻会失败 并不是我老婆的问题 我老婆才是受害者 我们那个时候就开始很密集的约会 每天都约会 就是要嘛想办法跟约她中午吃饭 要嘛想办法约她晚餐吃饭 像当年追她一样 是 所以那个时候 就开始谈恋爱的感觉 整整花了十个月的时间 重新迎回太太的心 两人再次结为夫妻 石家镇在厨房打拼 变得更有憧憬 把丈母娘的拿手菜全都学得精 我丈母娘就是 这边讲的不知道会不会听到 超兇的 自己的嫁妻 不在手软的我跟你说 我也是在罵 我老婆会骂到跟她妈妈吵架说 这你们嫁妻不是你们嫁 你有时候罵得这么快听她 在热播前忙到满头大汗 太太苏文玲赶紧上来帮着擦 破镜重圆的患难情感 更让施家镇格外珍惜 她可以当着我的面讲我的坏话 就知道我对她多好了是不是 今天是摄影机在前面 她只有这种态度 之前就不是这样子的 辛苦你了… 大家请辛苦你了 我现在老公很前夫还要好 对… 很严重 不温柔 老公已经变一个人了 对… 我是觉得我的前妻比较好 对… 我比较怀念我的前妻 像她小男人的比较辛苦的人 对… 我已经从女儿回回完 到女儿回回订完 你知道吗 一边和太太拌嘴 一边翻着锅铲 娘家私房的泡椒鸡 炒过的泡椒 飘出阵阵香麻 她现在这样子 已经都变胖了 她已经吸饱了汤汁了 那… 她也把她里面的这个泡椒的套 用… 所以我们现在要把它捞起来了 鸡肉下到泡椒的汤汁里 大火足滚 再焖上15分钟 吸收香辣精华 咸香中带着微微的辣 刺激舌尖的滋味 让很多人越辣越爽脆 它的那种辣是很舒服 只会辣嘴巴 不会辣喉咙的那种 它的味道很香 它是那种 就是有酸酸的 辣辣的 因为我平常是不吃辣的人 可是我觉得 就是夹那个肉 它其实还蛮好吃的 就是… 那个辣椒感觉蛮香的 不敢吃也要吃 年轻客人敢尝鲜 石家镇就更天马行空 拉着太太一起 把丈母娘的秋肉彩 药膳鸡汤 变成从没听过的鱷鱼珍珠鸡 那我们一定是冷水先下药材 因为冷水先下药材呢 它才有办法释出 这些重要药材的元素 你如果热水沸腾去 它是直接泡开就苦烂了 它的元素根本就跑不出来 熬煮两个半小时 把黄芪 枸杞 红枣等 炖出回甘的药材香 再用鸡腿肉提出鲜味 当汤头变成金黄色 一旁的老板可就磨刀霍霍 准备端出它的鱷鱼肉 像这有没有一块一块的 有没有 这是鱷鱼的甲片 像这种算甲片就是了 对 这就硬邦邦的了 就像乌龟壳一样的感觉 这个你连剁刀都剁不断 这要非常硬 但这里这个就是皮就是了 对 这就是像这一块 最好吃的就是这一块 所以老板你就说 就像它这里面这一层白白 就是它那个胶质的地方吗 对 包括这一片 这黑黑的到最后是最好吃的 白色的是它脂肪 黑色的是它胶质 就这一块 它最后煮起来的时候 它会蓬起来 很厚厚的 就这一块是最好吃的 鳄鱼肉放到鸡汤中熬煮 硬硬的外皮炖到半透明 带点呆呆的感觉 最后的小秘诀 就是倒进满满的珍珠 鳄鱼肉弹 珍珠Q 口感更有层次 可是它的珍珠 它不是那种 是黑糖珍珠那种很甜的 它感觉一开始吃的时候 没什么味道 可是是跟汤一起咬之后 它里面那个淡淡的甜味 就会跑出来 就会觉得完全没有违和感 像这个鳄鱼汤 其实它蛮像鱼汤的 就是很Q 然后其实蛮像鸡肉 不会觉得很恐怖的感觉 就像鳄鱼尬珍珠 截然不同却又如此素配 薛家正跟太太一个外放 一个内敛 走过起起伏伏的半辈子 最牵挂的还是彼此 再一次复活之后 我觉得它是更贴心 所以给老公是100分吗 对啊 但是 及格是1000 没有了 它真的不错啦 真的不错啦 对 老婆说到你的好话 这么多 你不要跟老婆好好的感性 不用多说 抱一下就好了 没有 现在换我了 没有 不要做生气 就是这句话伤到我的 对啊 现在我们家 是母系社会啦 对啊 是她说的算 不是我说的算 所以老婆开心 全家都开心啊 从年少时牵手护许终身 施家正跟苏文玲在波折中 淬炼出真挚的情感 把得来不易的幸福滋味 化为一道道美味 彰化有一间百年老店的 控把本 祖传四代的控把 是邓永诚一家人 用心守护的古早味 他选用口感Q弹的 脚裤肉来做控把 比起了北部 常见的三层肉更加费工 他加入祖传的秘方 慢卤四个小时 卤出来的皮 Q弹有胶质 而瘦肉的部分 也不干柴 也不油腻 入口即化 让人忍不住 要多爬好几碗饭 另外他们也遵循了 祖传的古法 手工自制了鸡卷跟肉丸 并且用大股蛤蜊来煉汤 汤头常来 格外的鲜甜 百能传承的好味道 除了拥有死中的 在地人知识之外 也吸引了许多的旅客 专程到彰化来品尝 一块冬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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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 彰冬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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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 經過啊 看到人超級多人 那時候看到就真的我想吃吃看 感覺就是很好吃 對 要早一點來 才可能會有位置 晚上來應該就是整外帶 對 現在太早來了 所以就孤狂了 對 怎麼那麼早就來了 因為太好吃了 在這邊當專長 我就是最愛吃這間 只要這間我最愛吃的 熱騰騰的白飯淋上一點滷汁 搭配一塊肥瘦適中的焢肉 簡單不過的古早里 對在地人來說 有著致命的吸引力 也是從小吃到大的好味道 我們吃三四十年的 三四十年 這麼久喔 對啊 因為它的通肉很香 又很Q 很彈癢 所以一個星期都來三四次啊 入口即化肥而不膩 尤其是瘦的地方 吃起來不會乾乾彩彩的 非常的彈癢 我從小吃到大 已經吃了四五十年了 迷人的焢肉飯 光用看的就讓人口水直流 好吃的關鍵 從肉的挑選就很重要 來 再來 這是厚咖 厚咖 我們這個 我們現在要剩 剩剩剩的 現實的現實的 一般人都弄三盞 比較嚼勁 是中央人才會開 這個骨子 這是電湯的 大骨子 有的人 以前有的人都弄 骨子粉 什麼粉 那我都沒用 鄧永成堅持每天都要親自到市場 挑選新鮮現在的溫體豬肉 五十多年如一日 不曾偷懶 我們買的東西就是這樣 這樣才會 不是說都是爽便爽 這樣 平時才顧好就對了 因為它在做的我 非常有信用 現態現實 每個都很... 我品質很有趣 你看看的都現實的東西 我就賣好 我有大年過 頭也是說 一九十九到我做小孩 是時候 它的腳底 有別於一般是用五花肉來做控碼 但永成選用膠質豐厚的腿褲肉滷製 這樣吃起來更有口感 但前置作業也相對的比較費工 大小形狀要怎麼抓都需要經驗的判斷 為了怕骨肉分離 還要用牙籤串漏來固定 因為我骨串的話 因為漏這樣是鬆鬆的 如果把它串起來的話 這樣比較會就固定 然後有的時候就不會開了 那需要練嗎 這個要練啊 因為那時候 我剛開始接觸的時候 也是看我爸看了一個多月 然後練習了也滿久的才那麼久練 因為你看 看起來他很比較結實 可是你真的要下刀的話 因為有時候剛開始的人會抖會抖 拿刀子的時候會抖 對 因為他... 一抽一還撤酒 不是...他怕 他說這一刀下去有沒有對準 或是有沒有重量夠不夠 兒子有沒有切得好 可以了 可以了 有經驗 有傳授給他對不對 有傳授 全部都不夠 我沒有...我沒有空母 看到兒子鄧志玲願意回家幫忙 鄧永成感到很欣慰 因為這是家傳守護的古早味 小的時候鄧永成就跟著父親 在南門市場太平街夜市擺攤 本後太太鄧林蘇跟著一起拚經濟 即使生病了也苦撐 為的就是一家七口能夠溫飽 以前就辛苦了耶 那做豆水喔 做鳳梯 那豆水淹到腳... 淹到腳... 乖到腳... 還在那時候用打三輪車 在家裡在家裡 那當初... 帶而已 這樣茶不舒服 那當初很辛苦喔 很辛苦 孩子小時候 那時候就很辛苦 破牆還割48年 沒面子啦 沒面子啦 小孩大便啦 還要工作這樣做 做關係就好了啦 不要太辛苦啦 想說就要養一頓小孩 我們就要拚經濟了 就要拚這個小孩 不知道可以吃飯吃東西 不知道可以生活 不然要怎麼樣 比較辛苦是剛好 我在當兵的那時候 因為那時候當兵 他不在家裡 然後我媽那時候 爸身體不好 因為那時候什麼 高血液糖跳病 他還在治療 我媽的話 那時候又剛好什麼 腳狀腺的問題 滿嚴重的 所以那時候 那兩個人支撐得滿辛苦的 一般人家滷空肉的話 是從頭 滷到好 他都會用小火去滷的 可是我們的話不太一樣 我們是先大火滾過之後 再把他關火 讓他燜 燜到我們的 開店的時間到快到時候 我們再把他滾一下 然後像這樣子的話 他肉的話就比較Q一點 鏡頭前大方分享 烘肉皮Q肉軟不乾澀的配布 除了蔥跟醬油之外 在永成還難得的透露 一百多年前流傳下來的祖傳秘方 這就是硬筊啦 硬筊 硬筊很乾 那就要烤也會好吃 我們南宮的時候 我們老婆的時候 都做Q的 我叫我們南宮 我們老婆的方法做Q的 我跟郭哥來研究說 剛才差不多多久的時間烤起來 還說烤一個 那個肉就會Q起來 在北京...北京吃的肉 那肉湯不會過這個... 不會過這個水燉 靠著真材實料和祖傳的好滋味 口耳相傳 漸漸的也做出口碑 但一場無名大火 卻讓他們心血複製一句 我剛才做生理也不可以 剛才才... 不來... 8點...10幾分 我說在清煙 我隔壁在清煙 然後跟鄉王祖來 就泡火了 跟他們都沒煮 沒煮得好 你煮得好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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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煮得好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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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場意外... 這一場意外並沒有打倒牠們 但泳城租下新店面重新開始 除了控把 乳到軟嫩的豬腳 也是店內人氣招牌 吃這個東西吃要40年喔 以前我也住在附近這裡而已 它這個吃起來感覺 有古早味的味道 它的肉是Q彈的 跟我們南部的烤烤肉飯不一樣 太香了 又Q 膠質又很多 吃起來它嘴邊都會黏黏的 肥而不膩 而且它那個膠質是很夠的 就是你吃起來不會怕怕的 然後整個味道是很入味 我覺得很好吃 除此之外 鄧永成還遵循祖傳古法 手工自製雞卷 這也是彰化在地人 從小吃到大的美味 這就是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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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酒 雞湯 就是都用豆皮來做一根一根的豆皮 我們說鴨鴨都是用這個 這個鴨鴨做的 鴨鴨 我們來這裡沒有鴨肉 就是這個 以前的人廟室 用這個就是鴨鴨鴨鴨鴨 鴨鴨鴨 做的湯的小孩就像 排名就是這樣 要到家裡做 人家說 賣萬斤有百萬斤 百年傳承的好滋味 雖然歷經水火無情的洗禮 但只要堅持 終究會隨著時間 越沉越香 歡迎收看進捷台灣 我是吳嘉芬 歡迎來看平凡人的精彩人生 在雲林土庫 有一間當地人 每天吃不膩的排隊美食 炒花枝 炒鱗魚面 賣了將近70年的歷史 但這間店的創始老闆張吉利 卻被當地人稱為是怪人 因為從小左手遭到火吻 造成了三指無法張開 再加上呢 他自己不喜歡吃的食材 就堅持不用 所以怪人就成了他的綽號 但厲害的是 他炒出來的羹麵滋味美妙 讓人無法抗拒 但也因為愛賭博 速度跑路 店就這樣開開關關 但照樣有一大票的死忠者 不過這位傳奇人物 後來因為高齡辭世 現在由他的兒子張明農 跟笑花老婆姚立秋 一起努力傳承老爸的好手藝 好可怕 是 很好 是 怪人 我們女兒在一起吃 我都帶他來這裡吃 人生人海 客人 我來都吃小牛肉 吃小牛肉才好吃 喂 你好 我叫怪人 神經幾點在哪 12點到 台湾无奇不有 云云土酷的古迹顺天宫旁 有着这么一间怪怪名店 卖的是被当地人赞誉破表的美食 花枝善于面 这间店有快七十年的历史 创始老板张吉利人称怪人 现在是她的儿子张明龙 跟太太姚立秋在掌勺 只见夫妇俩吵到不可开交 以内以外分别做内用跟外带 因为每天十点一到 就有人排队等着玩好吃的面 有 内用 这边有餐单 你写一下 餐单有写 写一下 你看看 每天都排队 全部排在半天之后 他们不吃过了 我说好 我跟他们来吃 我吃四六八蛋 整个爸爸一早在做的时候 每天吃 没吃感觉怪怪 一定每天都要吃 吃完 吃完就已经掉了 那什么 外带的内用 要在这里吃 要在这里吃 写餐单好吗 担前热情照顾了老板娘姚立秋 五十出头气质非常好 当年可是土库工上的校花 二十岁嫁进张家之后 才知道公公的身份很特殊 人家都说怪人的心思 对啊 回去问婆婆 婆婆就说你公公的外号 人家都叫怪人 但令人外显示 周围绰号怪人的公公张吉利 在2012年高临慈事 但客人说这好味道依然在 因为姚立秋跟公公一起卖面 长达三十年 先洋葱 葱 蒜头 辣椒 爆香 用油下锅爆香 油那个香气出来了 我们再下锅这个扇鱼 其实说到炒扇鱼 大家第一个印象 就是台南扇鱼意面 但是土库之间店 能够在中部远近驰名 首要关键就是他们家的扇鱼 都是当天早上自己处理 假如不是我们自己看到 是活的话 有的死掉它也杀给你 你也不知道 那个味道就不一样 也不会吹 这个有比较贵 菲律宾 印尼 泰国 那个就比较便宜 这如果开好的一斤炒肉 就七五八块 这只只身形灵魂的扇鱼 价格不菲 为了做出他们的身价 处理过程 遵循古法 用木头烧成的灰烬 去除扇鱼身上的粘液 有的就是用缓 比较矩 有的也没有弄的时候 是用垫的 我把它垫五个 这样才有我投胎 但是你就是要坚持传统 对 坚持传统处理扇鱼 是张吉利传下的方法 但让夫妻俩至今想不透的是 他做生意的方式真的很奇怪 怪人张吉利当年就只卖这两种口味 但儿子跟媳妇接班之后 可能遗传到老爸的怪 菜单上只有简单四种 多了鲜甜肥美的虾仁根 跟肉质丰厚的肉羹 还有全台湾只有这里 才吃得到的花枝鳝鱼面 可以 微低了 先给你 好 一个综合面外袋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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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以前就是自己想吃 我刚开始就自己吃 阿贤狗客人 看来我们知道你们都吃比较好 我也要吃这样 后来才加人家去卖的 炒好的鳝鱼花枝 老板还会加入一大把南菜 然后加入自家独门配好的汤汁来勾芡 直见底下的大火让这锅内 各种独门佐料的精华融为一体 接着洒入提香的无音醋跟香油 直见勾芡滚烫的不停冒泡 喷出的是让人口齿生津的香气 吃起来那种感觉说 你在外面 在其他地方 用生意味好 火锡味好 就觉得它有一种特别的那种 感觉 味道 最好的地方是怎样 你看它的酱油 你看它的醋 都是我们土库老厂的酱油跟醋 不是说去买那个 最近在讲那个酱油一大桶一百个 没有 平均炒一碗羹要花费两分钟时间 但面呢 它们家真的很搞刚 这里的手工油面 一样得入大锅里翻炒一番 如果我们炒过以后锅子有锅气 还有那个水上面还有一点点羹 下去的话它刚好会收得比较好 底烫的好吃 炒好的面再淋上先前热腾的勾芡 算一算至少得花三分钟 才能成就一碗好吃的炒花汁 善语面 南部的鸡很甜 太甜了 我们吃不下 直接跟 比较稠 我也不知道 我觉得它可能是怪怪的 但是文件 阿差文件先吃 你现在很多人在台中台北 都有一些烤烤的善语面 就是这样 发现出的 客人好吃到无法形容 只能用怪来诠释 也让这间店有种神秘感 都知道第一代老板绰号怪铃 但哪里怪 众说分约 以前我老公说过 怪铃 怪 叫出嘴 不怪坐也怪坐 有的是 就是做事情的一些小细节 小问题 这样啦 我老公讲是因为他小时候 两岁的时候 以前那个修恢复嘛 听他查 然后就把他爬过去 结果他那个烧伤了 那时候医疗没有那么发达 也没有什么钱 所以就没有管他 他的手就变成残障 除了手部的残缺 张吉利小时候生活坎坷 四岁没了父亲 十三岁母亲离世 但他不畏困境 跑去跟踪后塞 学习一技之长 十七八岁就能独当一面 后来因为外汇生意有大小月 他开始接卖起善于面 但他这个人却有个嗜好 让人家都笑他是土库版的猪格亮 他什么都会用 粉丝也能拌 什么牌都会打 他说 他就是在叫这个社会 我婆婆都说他是怕别人就没嫌 没人嫌 毕竟十足九书 但张吉利从不欠债 跑路之后还清债务 才会回来再开店 他还跑掉 对对对 他不会吵 他还是跑掉 在儿子张明荣眼中九十九分的老爸 唯一的一分缺点就是爱赌 当年他在土库工商当老师 常常趁着放假的时候 来帮老爸炒面 我加班了 我就赶回来这边 那我说 怎么那么像 你们有一个 比较会读书的在上班 不会的在炒面 后来姚立丘嫁进张家 生了儿子之后 看到公公生意忙不过来 也帮忙卖起面 爸爸的教法 他是斜刀 就是像这样 你有看到他的光泽 就是很亮 这个就是新鲜 爸爸以前就是帮我当女儿照顾 在店里人家都不知道 我们两个是大瓜媳妇 人家都 很多客人都以为 我是他女儿 他说 你怕死了还没来到三天 公公很疼这位情侯 总是让他做备料的工作 高温的火炉是自己来炒 但姚立丘后来会独当一面 也是因为公公一听到号码 就无法抗拒 有一次他炒一炒 我听到人家开几号了 他落下丢着 他就跑掉了 我只好接少自己炒了 客人就说做完了嘛 他第一天来炒 他是勉强吃 第二天来 我爸爸又同样的动作 时间到了又跑掉了 结果他说 小姐你有进步哦 得到客人的肯定 然后就慢慢的自己就不害怕 就下去做 除了炒面加上他们家 卖的又是当天献杀的火扇鱼 这点让从没处理过滑不溜溜善于的他 也只能硬着头皮画下去 那个血喷到脸 还是眼泪都不知道都一直流 我看他也很 舍不得他很挣扎 想说我为什么要做得这么辛苦 公公看到媳妇已经能独当一面 所以很放心的把店交给他处理 而且当时他们一家为了要取店名 可说是想破了头 想很久 本来啊 先生想要叫我的名字 我是觉得说爸爸在 还是要尊重爸爸 后来我们那时候 就是联系接三天 每一通电话第一次起来就 你怪人家哦 所以我们就觉得说 也不错了 人家就是知道我们是怪人这边啊 所以我们就决定用这个 结果我们一讲 爸爸说好啊 不过后来怪人张吉丽 看到一辈子跟他吃苦的老伴生病了 加上家人为了让他戒毒 假日总是带着他出游 才让他成功改掉这个坏习惯 但不久之后 他却罹患了失智症 媳妇姚立秋白天漫面之余 总是细心照料失智的公公 在他的眼神中 只有不舍跟孝顺 公公刚失智的时候 我有买一些书 看看失智者怎么照顾 最重要是用心看他 就像我们观察小baby一样 他有什么动作 你看他很急照顾 走过来走过去 走过来走过去一直骂 但是他不知道他要在干什么 我问他说 爸爸 你要上厕所吗 他会说好 上厕所好 你再带他去上厕所 把他的事情解决了 他就觉得很轻松 只要用心地观察他 他很有爱心地照顾他 他都会懂得 他嫁来这边的话 真的很辛苦 我妈妈55岁就中风了 然后爸爸71岁失智 不简单 整个家都还是靠他 是赞胆的 孝顺的姚立丘 嫁进张家 传承了公公张吉利的好手艺 现今跟着退休的先生 一起传承这个70年的好味道 在土部成为了美谈 欢迎收看静节台湾 我是乌嘉芬 带你来看平凡人的精彩人生 在南台湾的高雄 有一位餐饮女王 叫做红美花 在当地颇有名气 因为她不止经营 餐饮相当成功 醒目的西瓜皮造型卷法 竟然误打误撞 跟北韩领导人 金正恩有几分的神似 也意外吸引了 南韩游客的目光 而这位餐饮的女王 从小就在高雄的 鸿毛港小渔村长大 有着陶海人 吃苦耐劳的性格 人生历经过 许多的大风大浪 她是如何 从一位当初什么都不懂的小女孩 变成了高雄餐饮界的女王呢 一块来看看 我们几位 三位来这边请哦 三家一位吗 好 来 里面请进 吃饭也可以吃面 红烧牛肉麵跟卤肉麵 是我们的招牌 今天有很特别的烤鱼料理 便宜又好吃 接近中午时分 上门用餐的客人 于贯而入 餐厅老板娘红美花 并着她俏丽的西瓜皮造型卷法 像只小蜜蜂般忙进忙出 在人群里格外显厌 其实我第一眼看到她 我就想要进来 看到她的造型 我就是把一般的头发把它剃光 留顶上头发而已 底下是光着的 鸡肉当时 我不知是怎么鸡肉 就是这样鸡肉 鸡肉 还有一种好割出来 个头娇小 身高只有149公分的红美花 小时候的绰号就叫做阿败 认为既然自己的外表不如人 就要丑得有特色 只是没想到这个发型 竟然误打误撞 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 有几分神似 意外吸引了南韩游客目光 我就觉得是 那我的眼光怎么会跟人家领导人 是一致的 那我们还早先她 有这种思想 那不是很厉害吗 你好 你好 今天有什么好会 跟着红美花来到屏东东港的华侨市场 她每天都会来这里报到 张罗店里要用到的食材 对海鲜如数家珍 光凭眼睛就能辨别愚获的好坏 逛得兴高采烈 采买食材也很干脆 不怎么讲价 下手很豪卖 我今天带了六万块钱 我一直买 看剩下多少钱 早上已经买过一轮了 超级棒的 你看 一千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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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买鱼要这么久 你刚才有这么胖 这个肯定好吃 他都给我留最漂亮的 这样就四千 五千嘛 五千给你带嘛 哇 是啊 你怎么这么久没出来啊 你这么久没留我看呢 哦 这样啊 大家来观光 我天天观光 观光间赚钱 他们也都很熟了 二三十元的交情了 从小在高雄鸿毛港渔村长大 父亲以桃海为生 家中八个小孩 前五个都是女孩 排行老五的红美花 十二岁就得跟着父亲上船 出外 桃海去 我们是厨长的鸿毛港人 鸿毛港它是一个 百分之百的渔村 所以你看我对喜爱熟悉 是从小就是我生活的一部分 我们肉是在脱海 我们针的鸿都在脱海 我们二八就是鸿毛 所以蒸头鸿的鸿子 都会排在我们像这种的门口庁 像现在的小鱼丝这样 我们还在黑鸿都是在吃黑鸿 对不对 如果过年过年 如果孩子都会做在爸爸的心声 听爸爸的说故事 我都会坐在爸爸的这个膝 他都会给我吹 吹 这样 跟我很快乐 对啊 爸爸他在吹鸿子的时候 我都记得最亲爱的就是说 他都有吹鸿我比较大 他都说我们这些鸿子 嘴最小的 最小的鸿 回想起过往露出孩子般天真笑容 对红美花而言 那一段儿时回忆是美好的 但童年时家境贫困 红美花的父母为了要供孩子们念书 每学期的学费都是向人第一声下气借来的 对于当时年纪还小 自尊心又强的红美花来说 简直难以接受 我是从天上掉到地下 就是看到妈妈在借钱的那个场景 对我的刺激 跟整个人生的影响非常大 他没有面子了 我们家怎么那么贫穷 这样子 所以造成我有个很严重的自闭症 真的 自闭跟自卑 不是自闭症 是自卑感 自卑感非常非常严重 到现在我还没有办法抹去那个影子 所以我那个时候就在想说 等我长大 我一定要非常努力的赚钱 赚多钱来改变家里的环境 励志脱贫的红美花 有着桃海人吃苦耐劳的性格 比起别人更努力向上 一路苦读 很争气的 高中拿到市长奖 以第一名的优秀成绩毕业 而为了贴补家用 18岁就没有再继续升学 坏出打工 我在厨里市卖糖果市时候 买那个奶油球 一下课所有的学生 都要跑到学校来买奶油球 红杰红杰红杰 每一个人都喊着红杰 要买到奶油球 把专家的奶油球 几乎都运到小港 那个林园国中来 所以读过林园国中 一定都会回忆这一段 很有趣的那种那个童年 天生就具备生意人的特质 红美花婚后 与先生一起经营 草虾养殖事业 当时正好遇到 草虾外销的全盛时期 生意做得相当成功 成了中部以南 规模最大的草虾业者 这可惜这样的草虾 只维持了短短六年 1987年台湾的养殖草虾 突然发生了病变 不明原因大量死亡 随着往日荣景不再 夫妻俩结束这份事业 而先生也决定 把几年下来所赚到的财富 让红美花去实践 她一直以来的梦想 其实我从18岁 就开始想开餐厅了 后来妈妈的反对 就不敢有这个念头 那最后呢 我先生就是经营草虾 赚了钱 他支持我 然后沿了我这个梦 不是好菜不上桌 就是你端给客人吃的东西 一定是要最好的 我们的包围是一定都是外的 我们这是用那个南瓜的包围 南瓜的包围会比较Q 它的肉质比较甜 小时候连要吃饱 两碗饭都是奢侈的 所以小时候我很会精算 所以每次上柱子餐吃饭的时候 都会叫两个半碗 加起来一碗半 就可以省得半碗饭的钱 那我们可以吃到鲍鱼 就给人生一个很大的肯定 哇 现在户贵 大家现在用的这个菜啊 是活包与踏板烧 是我们公司的招牌 先生你好 这是台湾最好吃的鱼鱼 对 大家试试看 美味的 所以我们带客人来 他们都很喜欢 很喜欢哦 对对对 好 谢谢谢谢 红美花现在的成就 是高雄在地人有目共睹的 而海鲜餐厅开了30年 菜单上的菜色 不知更换过多少轮 唯独有一道菜 对他来说有着亲情的滋味 不管过了多久 只要餐厅还在的一天 这胃永远不会消失 这个是我们餐厅的吃白菜 叫做海鲜餐厅 这个季节很好吃 因为以前的燕豆雄 那个鱼鱼是很重要的 一个秋露菜 我父亲最喜欢这个菜 对 他可以吃这个菜 然后喝酒 喝一个小时 会想起父亲吃海仙景 那种高兴的样子 我都每天都会失恋着他 因为我觉得父亲 虽然过世几年了 我一直都觉得 父亲他还是在意着我的 他还是会 就是 会保佑我的 因为父亲太疼我了 对 我跟父亲的心 是永远联系着的 对着父亲 有着无尽的思念 七年前 父亲已90多岁的高龄辞世 每当红美花想起他的时候 总是回到老家 红毛港走走 回忆与父亲过往的生活点滴 这个就是我的家 红毛港 每次踏上这个土地 就是回到梁家的那种感觉 我们家就在那个渡厂岛旁边 那个老人家 还有一个路 以前门口那里有一个 因为大家在渡厂岛旁边 这个地方是我们的家 2012年 红毛港文化园区开幕 红美花决定回到这片土地 在园区旁经营旋转餐厅 深耕自己的家乡 好像说家乡现在留一个宣传餐厅在这里 那就是代表在我们 红毛港的文化的地方 那如果做到不好 还是没人做 这台这就没落了 英文人也不知道红毛港 所以我就愈然决然地 就来经营这里 但是我是想到想 如果我爸爸是 在我开幕的进城一年 过星期的 他就知道祖父亲有这个代表 来做家 他也做民主啊 他也会感变 比如说我们家乡在高雄 开晚上餐厅是开到我家乡 他也感觉有一个荣誉感 一个厉害 你看虎妈港 现在变成一个观光的店 有个很漂亮的旋转餐厅 那女儿也很荣幸地 站上了那个舞台 多么希望现在的这一切 父亲能看得到 替他感到骄傲 大船入港的气势 落日余晖的美景 尽管悟患心仪 但这里依旧是她的家 红美花要用瑜伽女儿的精神 继续守护着她那一份 浓到划不开的乡愁与思念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我们看到了邓永诚一家人 如何走过了低潮 传承百年控把的好滋味 以及土库怪店老板张明农 跟老婆姚立秋 一起传承怪人老爸的好手艺 持续让美味飘香 还有从广告业跨足餐饮的 施家政 虽然用创意菜摄取得了成功 却迷失了自我 跟妻子离婚 到破镜重圆 找回幸福的滋味 这些都是平凡人 最不平凡的精彩人生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也欢迎全球的观众 一起上 近级的台湾YouTube 按下订阅跟分享 我是吴嘉芬 我们下次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